局长 去的人时间也不短了 估计没什么事吧 走 出发 打 报告 好 射队被女士襲撞了 这些中部事业 是 是 不行了 叔 咱们撤了 兄弟们扛不住了 叔 等等 小鬼子怎么这么快就走了 队长 这小鬼子也太不精打了吧 还有 桂田的手下 应该不会有中国人吧 这一阵撤的东西 谁陪我啊 不撤 别在这这一东西了 咱们走吧 走吧 走吧 咱们 快走吧 咱们 走 兄弟们 撤啊 那不是刘世昆吗 撤啊 快 我们上当了 居然是刘世昆 都是警察办的鬼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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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了 走 队长 队长 我们来了 你没事吧 还好 没事 队长 全是油桶 没有武器 不好 没想到这帮日本人 全是警察伪装的 小鬼子也太狡猾了 说不定 说不定他们想趁这个机会 把武器弄出城外 我们上当呢 那怎么办 队长 走 刘局长 刘局长 我知道 昨夜的行动 你们遭受了一些损失 怎么是一些损失呢 司令 这是相当大的损失啊 可是皇军的行动却大化成功 我们成功地躲开了地下抗日组织 和游击队的拦截 这就是联合行动的成果 这 这怎么是联合行动呢 根本是我们警察觉得 警察在当炮灰嘛 兄弟们为了保护那些油桶 死的伤的不知道多少 我真不知道该找谁去负责了 刘局长 你们的损失 皇军都非常清楚地看在眼里 我一定会向国民政府 汪主席汇报 替你们申请抚恤的 司令啊 您说这个抚恤 我真不知道等到猴年马月了 这 这根本就不是合作的态度 您看啊 您要我们警察局做的事情 我们全都做了 我 我就一个消消的要求 我希望司令能够 能够兑现您之前对我的承诺 我好给那些死伤的家属们 一个交代啊 我给你的承诺一定会兑现的 但不是现在 只要条件承受 我一定会给你补查 不是 司令 您 您说这个我听不懂啊 您说条件承受 什么条件才叫承受啊 刘局长 你是在威胁我吗 不不不不不 司令 我 我 我怎么敢威胁您呢 我不敢 我不敢啊 我 我 这样子好不好 这个事情呢 交给我去处理 我去跟那些死伤的家属 我跟他们做一个解释 司令 如果没有别的事情 我就先告辞了 我们早就知道日本人存放物资的地方在哪儿 不去捣毁他 结果非要等到他们出城的时候才去拦截 现在倒好了 所有的事情都白费了 黄月 你想想看 龟田这个人老奸巨华 他让刘世昆的警察部队作为诱饵 来引议我们上当 这证明了什么 只能证明两个问题 第一 他们运送的这批物资非常地重要 第二 具体这些物资存放在哪儿 什么时候出城 他们已经做好了最后的准备 而且存放的地点十分地隐蔽 可是日本人在临江存放物资的地方 也就四个地点 要是转还能转出天吗 要我看 我们就敲山震虎 你说什么 敲山震虎 打草惊蛇 太好了 红月 我们就给他们来一个敲山震虎 打草惊蛇 但是物资材已经成功了 已经成功了 命令我待在哪儿 每天都可以出发 明天晚上静下来 行动 你一定会失败 是 是 太阳君 你明白了 今天你们的时间和机器 是多少 我明白 我尊敬你 我尊敬你 核心的力量很高 只能取得到 敲力也明白了 更加把刘的勇力 加上 一挂三得 那之后的行动 我自己的行动 我自己的行动 又有点 你让我尊敬你 你让我尊敬你 是 奶奶 你多少也吃点啊 是什么 您吃点吧 我吃不下 我吃不下 听说警察局出了大事 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也不知道士坤有没有事 奶奶 您别担心 要不这样 我去警察局看看我爸爸 看什么看 我还没死呢 回来了 小林 来 来杯热茶 不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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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了这是 怎么了吧 在外边受了气 回家耍威风啊 耗子扛枪窝里横 不是啊妈 我这回真的是被那个归天给蒙了 让我们大家当替死鬼 还死得不明不白的 好 好